台南枸杂米早餐 住属这位最对味 拾木鱼丸汤Q脆有弹性 一碗综合汤打进所有好料 它的鱼丸就跟外面不一样 外面是圆的 它是有点那种弧形的 它是我们从 应该说从小的味道 招牌背拾木鱼丸莫属 要好吃一开始的皮肉分离 可是得下足功夫 拾木鱼的尾巴这边最多次了 所以一定要拔干净 拔干净打成姜才不会影响口感 鱼背一漏我们都是自己拔下来 然后冷冻之后把它搅碎 然后打净过搅碎机然后打姜 过去鱼丸都用手勾捏制 如今自己研发机器 应付每天庞大的需求量 鱼浆经过机器后 一颗颗湿木鱼丸 扑通扑通跳下水 接着整锅慢火煮30分 掌勺人得练就不怕烫的铁砂掌 烫的时候你也忍耐一下 因为你要去摸鱼丸的脆度 Q度到了没有 光吃湿木鱼丸觉得太空虚 那就搭上这一碗香烹烹的肉燥饭吧 清爽不油腻 一早填满一天元气 这个肉燥饭半肥半瘦 看起来好漂亮喔 我来吃吃看 好香喔 而且不会很油腻喔 吃下去之后那个肉香 在嘴巴里面喷发出来 让你想要一口再接一口 除了肉燥饭配鱼丸汤 老涛级吃法还会再点一盘油条 淋上乳汁 咸香滋味令人再三回味 淋上那个乳汁以后 那个特别有那个在地的味道 这股古早味已经飘香八十多个年头 第三代接班人刘秀珠 出自台南 施木鱼丸十足 刘姓家族 原本从事贸易业的他 本来不打算接棒 却因为这原因改变心意 老店就有弟弟接 然后弟弟可能接到一半 他觉得太辛苦了 老店要关掉了 我就很舍不得说 这个老店有爸爸妈妈在的记忆 打拼的记忆 舍不得那个记忆被关掉 接掌失业后 他也努力在传统中力求改变 肉燥方面以前都是北肉 那我就把它加了瘦肉 就是半瘦半肉这样吃 我比较没有那么肥 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刘秀珠把这股老滋味 做出自己的味道 让台南人的早餐热闹悲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